听柯P的年轻人是繁体质还是摇仔找美潮? 若问年轻人柯文哲在台北市是做了什么政绩,恐怕很多人也答不上来。 但厌恶蓝绿正指人物算计,做态的白色、无色风潮,正在全台蔓延开来。 摄影黄威斌。 不管是在社会学或生物学,任何生态系统都该是不停演化的,因此繁体质是正常的,在《侏罗纪公园》这部影片结束前,有一句发人申请的台词。 生命会为自己找出路。 All the creatures find their way out,因此年轻人繁体质,错的不是柯文哲,不是年轻人,而是选错题目,挂错重点的政治人物。 台湾这二十年来,薪资倒退,房价高涨,年轻人生不逢时,自探深门世代,而且硬是被闷到熟。 在看看大环境也不友善,整个社会充满怨气怒气。 什么正经事都无法理性讨讨论,动辄二分法,非有极敌,非蓝极律,想想真的是EU,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? 用台语电视试看,悲、哀、窝。 年轻人在为自己找出路。 这是年轻人的用语,母汤单纯用繁体质来说明柯文哲现象,否则他还是会认为你在讲江西话,除了快逃啊,逃离你的国民党或民进党,逃到柯P那里去,他还能做什么? 回想一下,如果当年没有黄花港的繁体质,没有党外的繁体质,我们可以有今天的民主吗?看看隔壁黑水沟那一边的那一口罩就知道了。 其实大家比较担心的是,柯文哲到底会走哪条路? 这样说好了,如果柯文哲真的选上总统,那就是他从非体质变成体质内。 可是这样讲也怪怪的,台北市政府内的柯文哲是不是体质内的可爱动物?柯市长好像很喜欢自称是可爱动物,他目前不就是体质的一部分吗? 那为什么大家说因为他反体质,所以年轻人才喜欢他?柯市长打住红旗反红旗,是这样吗? 要打会赢的仗?讲到红色有点敏感,但是最近台湾价值这个考题好像大家又不讲了。 怕大家忘记台湾价值。 现在再来复习一下。柯文哲说他讲两岸一家亲是为了替台湾买时间。 如果要用策略学的角度来决定战略与战术,不可排除的因素就是时间。 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吗? 香度爷丢,你家我气抗慢,你爷老,我爷大,戏棚底下,站久的人的,这些都是时间的概念,我们伟大的角委员长。 在八年抗战的时候,是这样让我们勇敢地坚持下去,他说,以空间换许时间,就这样拖垮了日本侵略者。 请问一下,当台湾价值面对中国价值,时间是在台湾这边,还是中国那边?是台湾价值会赢,还是中国价值会赢? 年轻人不少,是民进党,国民党没有柯文哲聪明,因此年轻人喜欢柯文哲,喜欢他的聪明。 明明知道柯文哲比较会赢,却硬要跟他打,但打仗是要打会赢的,不赢还要打?这怪怪的。 借柯市长的口头产用一下,政治,不就是选一个比较正常一点的就好? 绿排思思跟蓝排思思没什么不同?再回来谈体制。 年轻人知道体制是什么吗?即使知道,会热同吗?而且民进党执政的体制,跟国民党的体制有没有不同? 虽然说思思有两种,但其实绿排的思思跟蓝排的思思没什么不同,这才真正令年轻人感到挫折,绝望。 随住人口老化速度加快,年轻人肩上挑的担子愈来愈重,如果没有爸妈帮忙,他们恐怕连顾好自己都成问题,一出社会还没找好工作就开始背学带,黄论结婚生子买房子。 但他们辛苦工作所得被课的税,却没有被好好利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。 每一年科技部的预算只有愈来愈多,一年一千多亿预算,这么多年下来,台湾的科技产业有比较进步吗? 能源转型锋利发电很重要,但用很高的代价去换来不成比例的电,官员却连杀价都不会,也让人看傻了眼。 还有,健保费也越缴越多,到医院排队的时间有比较少吗? 大家如果少生病,就不用缴那么多健保费,可是为腹部健保署有没有在做让老百姓比较不生病的政策? 像肾脏病是可以预防的,却让洗肾中心预盖越多,现在台湾洗肾中心数量是全世界第三名。 生两党的气,挺柯P是一起。 蓝牌跟绿牌执政都一样,不要干什么轻轨,把路弄平老百姓就很感激你了。 要不就把小朋友上学杯的书包弄得比较轻一点,再不然把电视节目弄比较好看一点。 前瞻计划8800亿是很多前夜,一定要这样给它花下去吗?07456。你气死我了啦。 之前因为天后关系造成水果盛产,价格大跌,一个政府对农民这么简单的农产品产销都做不好,你说这个体制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?年轻人反这样的体制去评柯文哲,也真是。8加9啦。 8加9就是8加江,网络用于代表屁孩,年轻好斗勇者,喜欢单挑的年轻人,或许社会经验地位不高。 不过在很多肥宽眼中,8加9某方面算是人生胜利组,而且8加9等于17,17也是一起,难怪他们会变成科匹口中的网络应用军。 若问柯文哲在台北市是做了什么政绩,很多年轻人恐怕也达不上来。 说穿了,就是鸟仔找梅潮,一眼望去看他对眼罢了。 年轻人生两党政治人物的气,用行动挺苛批来出这口气。 而且这股厌恶蓝绿政治人物算计,做态的白色。 无色风潮,正在拳台蔓延开来。 更多信传媒文章,林维州真的托党参选了,还叫镇吴敦义下台。 柯文哲,蒋月慧,林一峰爆红。蓝绿两党面临被全新政党轮替危机。